李冰冰芯片火爆刺激,全程无尿点 1月远线大片挤爆,好戏不断倒 星球大战8,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无问西东等一陆续上映,全面引爆票房 如今,又一部冒险动作大片来了 这部电影就是迷潮,一部悬念重重,惊险刺激的冒险动作电影 冒险动作电影向来深受映迷喜爱,一般都有着神秘的故事,紧张的剧情,还有悬疑的探险里程和火爆的动作场面 好莱坞有穆乃伊,国家宝藏等,国内则有薛龙爵等,不仅票房火爆,也有着良好的口碑 迷潮是一部被受期待的冒险动作新片,由李冰冰,凯南鲁兹,吴尊,凯尔西格兰默等主演,演员阵容相当强大 多奇形男无尊在片中出演卢克,他是一间生物科技公司的研究员,被派去探寻一座神秘的古墓 在古墓中,卢克遭遇不明生物袭击,和公司失去了联系 由老牌戏古凯尔西格兰默所出演的梅森,博洛斯是这间生物科技公司的CEO 他从卢克什宗前传送过来的视频中得知这座古墓正如他所调,藏着他一直想要探寻的长生不老的秘密 于是,梅森,博洛斯组建了一个搜救队,队长由好莱坞应汉凯南鲁兹出演 经验丰富,一身是胆的他不仅负责搜救卢克,也负责保护队友,男职爆棚 高颜值女星李冰冰在片中出演卢克的姐姐家,她是一名生物学博士 从梅森,博洛斯口中得知弟弟失踪之后,加入了搜救队 在古墓中,她不顾一切搜寻弟弟卢克的下落,遭遇剧毒生物的袭击,率领队友一路开挂打拐,脑力和武力直奔双双爆表,全片魅力无限 出演这部冒险动作大片,李冰冰可是吃了不少苦头 在澳大利亚拍片的时候,因当地和国内温差较大,而她拍戏又过度劳累,导致体温一度烧到40度 但李冰冰为了不耽误拍戏进度,依然顶着高烧继续拍戏,表现相当敬业 迷朝这部芯片最大魅力的是剧情紧凑,惊险刺激的场面一个接一个,全程无尿点 随着救援队深入到地下,未知的凶险开始轮番袭来,探险的刺激场面持续上演,看到肾上激素飙升 救援队在荒漠之中遭遇黄沙风暴袭击,加开车逃亡,在铺天盖地的沙尘中狂飙,差点被风暴所吞噬 在古墓之中,还有烈焰婆海,又遭遇剧毒生物袭击,剧毒蜘蛛失血而来,救援队陷入重重危机之中 古墓险象还生,在逃生过程中,处处都是九死一生的重重险情 而危险又不仅仅局限于此,进入古墓之后,面对难以预料的险境,人性的黑暗面也开始被放大 这个救援队既要应对一个个接踵而至的生死考验,也要解决一个个呼噜其来的暗仓杀机 正式复杂的人物设计,让这个探险逃亡过程充满各种变数 情节的发展完全难以预料,反转的剧情设定别剧匠心 《迷潮》早在2016年就拍摄完成,后期特效制作长达15个月 由国际知名特效制作公司Rising Sun Pictures操刀 将神秘的地下世界和史前剧毒生物震撼的呈现在观众眼前,奉上了顶级特效 读件电影的用心程度 Rising Sun Pictures曾为指环王三、哈利波特、X战警、地心引力等大片制作事效 这次,为了细致如微地呈现蜘蛛身体上每个细节 特效团队捕捉了蜘蛛在行动中的细节特点 真是还原了蜘蛛的一举一动 这鼻针的特效可谓是大血的良心 作为迷潮的纸片人和主演,李冰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在这部电影中,我们把中国的文化背景和电影故事做了一次很好的融合 两种文化碰撞,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 泥潮的最大突破正是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随着剧情的发展,缓缓揭晓古代地灵之谜 既有东方故事内核,又有西方悬疑和特效制作 冒险动作电影《迷潮定档》1月19日全国上映 这部情节紧凑,惊险刺激,全程无尿点的用心之作值得期待